中國經濟何去何寵? 統計稿公布了第二季經濟增長7.5% 一下子就到了3月兩會定落的目標 接著還有兩個季度要走 其實很容易就馬失前看 想救都救不回 我記得問過人 為何美元作為石油和黃金結束貨幣 美元和商品價格永遠勢不兩立? 他說等於玩搖搖板一樣 一面是升的時候 另一面就必然是跌 但這只是市場期望推動的結果 並不是市場定律 所以美國行量寬的初期 金價和美元是曾經試過同步上升的 這只是印證了玩搖搖板定律失效的例子 所以美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 在過去20年一直都是同步上升 直到有一天美國爆了 先出現玩搖搖板的情況下 最理想當然是回到之前一起升的局面 但世界本來就不是這樣走 大哥坐牢 說明二佬幫忙看檔 直到大哥放牢的時候 就要放一個地盤出來 如果二佬不懂做 這個世界又怎會有好日子過? 但對於中間只是想愚人得利的一眾 又怎會放過這個機會? 與其說美國經濟復甦 但未至於可以量寬 不如想想中國可以如何修正 四萬億帶來的後果? 大眾人中間脫水後又散水 大喇喇四萬億都不知去了哪 現在一邊填騰 一邊不衰得給外面人看 更加不衰得給自己人看 其實人行上一次說不夠銀行又夠 大概已經露了底牌 我唯有中線繼續押注美國 短炒中國長線找地方移民